HBO賽事即將進入副賽階段 預賽拿下一勝兩敗的泰山高中積極備戰 而在備戰期間 練球場邊出現的一位學長 前來關照積極打拼的學弟們 那就是今年剛畢業的譚捷龍 曾經入選U16和U17亞興陣容 以及中華隊國家培訓隊的Jonah 選擇在畢業之後前往加拿大 就讀UBC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約揚就讀雖然才剛開始 但半年內的收穫依舊相當不一樣 個人的自主能力吧 就是你要自己排出你自己的時間 安排好你自己的課表 說哪時候是該排給我自主訓練 我哪時候練球 我哪時候要去做中訓 然後我哪時候要經過我的課業 在HBO是比較偏後衛的籃球 就是快 就是選場的時候快 半場慢 然後一樣快過去快回來 然後就有點比較亂一點 可是到那邊就是比較有組織的東西 就是選場慢 可是半場快 就是練一些球場上的小細節 我覺得我比較適合我的球款 加入學校籃球隊之後 譚基隆很快體驗到 更高一等的層級比賽 儘管學校並非是美國NCAA的球隊之一 而是屬於加拿大 U Sports體系之下的CIS聯盟 但場上實力依舊 每天練球被學長海淀 更只是家常便飯 我們有一個學長中風跳跳人 很長延扣大家 有一次就剛好被他抓到在籃下 然後就被他狠狠的這樣扣下去 應該是最驚喜的部分吧 其實我們對上 其實好幾個加拿大的亞青還有國手 所以每次練習的時候 都是對抗就是 算是比較頂尖的 就是全國最頂尖的幾個大學生嘛 那就每次練球都很刺激 彈吉隆短暫回到台灣放寒假 球隊很快將在十二月二十八號 前往加州一地訓練 隨著球技慢慢進入更高強度的賽制之後 身為大一姓生的彈吉隆 上場時間多少將會受到壓縮 但UBC學校提供學生運動員 五年的就讀時間 讓課業和球技都能夠更加堅固 不來體育新聞 採訪報導